我是可能因為想到整個故事又開始 然後我就只是把它編成說 從頭開始這樣子 就是天已經快要黑了 然後那個燥氣盒啊 它經過一個客棧 那你看到這個客棧裡面沒有什麼 但是從那個窗戶瞄到一個美麗的這個掌櫃 長得蠻標誌的 然後就多看了兩眼 這個時候呢 裡面的掌櫃感覺到了 他就跑出來說 客官天黑了 要不要過來進來住宿啊 我們這裡有好吃的大麥克餅 這個遠近吃民啊 然後那個燥氣盒就想說 好吧 反正天黑了 就住一晚 結果 這個到了半夜的時候啊 他就聞到很香的麵包味 然後呢 就 也聽到吸收的聲音就爬起來 然後呢 這樣想要去要個麵包吃的時候 這時候呢 突然看到 原來的客人咬了一口麵包 變成了驢子 他嚇了一跳 心想 哇真的 原來這個掌櫃是個妖女 好不好 看我趙劑盒如何來收服 然後呢 他就拿出他的一個降魔劍 那些 偷偷的把那些便魚的那些 客官變回人 然後 組織起來之後呢 就跟他們一起 呃 再跟這個三娘子大戰 三回復 看我怎麼樣收服你這個妖女 把你取來當水某 就這樣子 你沒有結束 哈哈 哈哈 我